男人明明觉醒出最弱的辅助才能 可每次战斗却狂的没边 明明是攻略普通的C加级地下城 男主硬是把操作难度拉高到S级 队友们都以为他疯了 殊不知男主已经强大到 可以精确至毫秒进行战斗 只一男主从见到BOSS的那一刻开始就计算好 只需74秒 三个队友就能将BOSS斩杀 他只需要拖住另外的三只小怪即可 随即他开枪将眼前的两只小怪兵冻住 而剩余最后一只小怪是 他选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因为他通过计算得知 队友斩杀BOSS的时间只需24秒 而小怪攻击到自己的时间需要25秒 现在他只需要假装摔倒在地上 他就可以完美躲避小怪的这次攻击 只因本体意思 其他小怪也会瞬间死亡 此时手表上的定时器也刚好归零 而男主之所以这么狂的原因 还要从他那强盗没边的外公说起 作为这世界上最强的探险家之一 别人还在挣扎求生 男主的外公就已经做到 一个人单挑深渊难度12层里的所有魔物 要知道那里的小怪每个都堪比魔王般的存在 而男主的外公却一个人将他们全部消灭 虽然因此命不久矣 但此前他却教会男主 如何装逼才是耍帅的最高境界 那时候男主就发誓 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狂的冒险家 而现在的男主也真的做到 从之前的柔弱少女 变成如今的威猛小妃子 虽然觉醒出最废材的辅助职业化术室 但队伍里面的所有成员都听男主的指挥 只赢男主出色的战斗指挥 让他们在攻略地下城中 都对男主青睐一家 这让一旁的壮汉十分的不爽 有着实力明明可以直接去击杀Boss 根本不用在这慢慢猎杀这些没用的眷属 只要Boss一死 眷属也会跟着死亡 可男主却告诉他不行 原本我们揭取这个任务就比较勉强 如果没将眷属全部杀完就去找Boss的话 伤亡率将会指数倍提高 除非你现在就想死 壮汉剑说不过男主只好妥协 而说曹操曹操道 Boss趁男主他们闲聊的功夫 敲摸出现在男主的正上方 紧接着从嘴里吐出大量的倍率气体 男主见状连忙叫大家蹲下 自己则在前面承受Boss的口臭攻击 直接进行控制抵消 没等Boss采取下一步攻击 其他三名队友很快从口臭攻击 缓过神爱攻击宝 争取时间让男主恢复 就在男主以为稳操胜券时 达尼亚突然发现 后面还有三只眷属没被杀死 为了不影响前面的Boss战 男主表示这里他来负责 让达尼亚去协助队长他们斩杀宝 临别前男主施加了一个精神解法技能给达尼亚 短时间内让目标涌现出战斗欲望 并在手表上定时74秒 只因男主特意计算 队友们的实力在他的指挥和技能的加持下 只需要74秒就能将Boss斩杀 所以现在男主只需要拖住这三只眷属74秒即可 说着男主边指挥队友他们如何战斗 边想尽办法拖住眼前的三只眷属 他先是使用狼只咆哮将三只眷属定在原地2.5秒 然后拿出唯一一本 能让话术士对恶魔造成伤害的魔枪 下一秒 一发结冰弹射出 瞬间将两只眷属冻结在原地 虽然让最后一只眷属侥幸逃走 但男主觉得够了 最后一发结冰弹就应该支援队友 队友也被男主的极限操作震惊两年半 但男主早就习以为常 相比于他的外公 他还不够强大 回到帝都后 四人当即喝酒庆祝了一番 因为发展魔闻名的缘故 这里异常的发达 也因此受到深渊的影响越重 男主的家乡就是如此 要不是外公拼命 将渗透出来的12层深渊魔物全部斩杀 动漫现在就已经完结了 而损失掉外公这一强大战力后 高层也意识到深渊魔物的可怕 于是召集各地的探险者对深渊进行进化 深受其害的男主自然而然的就参与进来 如今他们的队伍终于攒够2000万 可以创立战团了 男主当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队友听 可队友们却觉得他们还只是新人 根本经营不好战团 再说了创立战团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需要在帝都拥有作为据点的房子 男主表示他有租到便宜房子的门路 至于达尼亚提出的问题 男主表示不认可 只要一天不创立战团 不管经过多少时间 他们永远都是菜鸟经营者 更何况在当探险家时 男主就一直在学经营战团的事情 早已经掌握了经营战团所需的知识 接下来就是在实战里获得可靠的经验 要是一直停滞不前 他们就永远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年轻和国家不信任我们更不是理 现在国家推崇的可是年轻的探险者 你看现在的哪个战团 哪个不是年轻漂亮且光鲜亮丽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 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当探险者 要是能作为广告宣传 还能得到一笔不错的赞助金 听完瓦尔达顿时来的兴趣 像他这种壮汉也可以吗 当然虽然你长得一般 但还是有客举的 吃完男主花的饼后 瓦尔达立马改口同意创立战团 不过达尼亚还是选择拒绝 现在就只剩下队长洛伊德没选 男主直接威胁道 如果洛伊德不同意创立战团 他就直接拿钱退出这支队伍 因为在队伍成立前 男主就说过 自己要成为超越伟大的不灭恶鬼的探险者 也就是要成为超越自己的外公的人 洛伊德无奈只好答应男主的请求 毕竟他们总有一天还是要做出决断的 不如趁早比较好 于是假借今天时间太晚的愿意 让男主他们先回去休息 明天中午再商讨这件事 男主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洛伊德 殊不知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只因第二天男主刚起床就得知 洛伊德和达尼亚拿钱跑路的事情 鸡肉男在队长房间找到留言信 得知队长挪用了他们队伍的 1200万公款投资并且失败 于是有了他和黄毛连夜私奔 此时鸡肉男显得有些着急 两人的血汗钱都已经被队长花光 那追上去做他们一顿就算账了吗 但不圣母的男主可不认同鸡肉男的幼稚想法 既然对方选择了逃亡 那就意味着这是密谋依解的背叛行为 可不是小打小闹就能原谅 而且光凭匹夫之勇追上去 说不定还会被射下圈套反杀 所以这次战斗的性质绝不低于鱼虎猫皮 而至于策略的话 男主已经凶有成主 他先是带鸡肉男来到冒险者公会 直接向众人宣布逃亡二人的罪行 并且下达了报酬200万的追杀力 此话一出不仅惊待了冒险者公会的重力 就连一旁的鸡肉男也略显慌张 虽不说这对内丑传出去不好听 而且他们现在还能掏出200万吗 男主却不以为意 让鸡肉男接着看就行 这时身穿白狼毛皮的男人接下了褂脱 得知要抓的两人是徒步偷跑 更是直呼这钱白捡 其他冒险者见状也纷纷开始行动 生怕慢一点就错过200万 很快冒险者公会就只剩下寥寥数人 而不出男主所料 冒险者公会里真有目睹叛徒行踪的 大叔还以为能白捡这200万 可男主直接给他打了半价 要知道大叔真有实力的伙 刚才就直接行动 而不是选择偷偷给男主提供情报 男主正式看出了这点 而且看对方年久失修的装备 以及老麦的年纪 不用想也是因为实力低微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磨不到半点钱财和地位 所以男主才敢果断地讨价还价 而结果也如男主的预料 大叔卑微地接下这份委托 带着男主来到叛徒逃跑的男成们方向 这是鸡肉男还是心怨 他们先前还是生死与共的战斗伙伴 难不成真要去追杀他们吗 男主懒了废话 值得信赖的才是伙伴 遇事就背后捅刀子的伙伴他才不认 如果鸡肉男不想去那他也不抢救 到了傍晚 叛徒红毛和黄毛看见前方有冲装 便打算今晚在这暂坐休息 殊不知男主早就在这里埋伏了起来 男主言出法策 不给机会就控制了二人 而等待他们的僵尸这一生最难忘的惩罚 在盘问中得知鸡毛把钱都用去了骨 也是他书信上所谓的投资 鸡毛却说他当队长有很大压力 抢完点娱乐项目却发现身陷其中 等他回过神时已经无力偿还战 眼看鸡毛还在为自己狡辩 指责男主和鸡肉男 是二人逼他当队长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男主可不惯着他 直接一脚踢翻鸡毛 追回血汉前他们当然有资格了 更何况当初说要当队长的就是鸡毛 根本就没有抢逼鸡毛当队长那一说 说到底是鸡毛赌博才让这一切悲剧发生 看见鸡毛被揍得鼻青脸主 这瞬间吓呆了众人 黄毛却在这时求情 但男主可没打算惯着他 经过研出法随的盘论 知道真相的男主就没有理由放过他 只要男主把他们交给宪兵队 按照法律内将是十年有期徒刑 这时大叔眼见任务已经完成 抓着男主的手就要索取一百万任务报仇 男主却嫌手脏给他甩飞了出去 并让对方乖乖本着 一百万奖金马上就来 眼见大叔不服拔刀就要赶 男主率先出拳 仅是碰面就揍晕了对方 而这便是最强祖父所传授的心脏震荡权 瞄准心脏正上方并给予强力冲击 便能无视强弱让对方心脏麻痹 甚至陷入昏迷的绝招 很快男主也等来了他计划有的马车 从上面走下的便是这一代最有名的奴隶商人 也是掌控帝都的黑帮里的大人 原称疯狂小丑巴基 因为男主早就猜到叛徒花出去的钱 已经追不回来 所以就提前联络了奴隶商人 他要将两位叛徒卖出去抵战 也料到二人不可能拒绝 毕竟真把他俩交给宪兵队执法 那也意味着他们将在生存率 只有2%的矿山工作10年 相比之下卖给奴隶商人 或许他们还能找到一个好主人 起码就不用过劳死 奴隶商见状也不托他 避马给二人估价 仅仅600万让男主很是不满 奴隶商告诉男主 因为近期教会要颁发清平的教令 简而言之就是要禁止奢侈 要是在这种时候买了高价的奴隶 那绝对会遭到教会的制裁 所以为避免这种情况 奴隶商也要控制出售奴隶的价格 所以成本价就要压低 但男主可不管黑帮与教会之间的迫使 和对方开始讨价还价 从起初的600万直接喊到1500万 这气的奴隶商就要攒了男主为主 而男主却不慌不忙 向奴隶商解释道 如果男主以1500万的价格售出奴隶 那么他就会向外界宣布得到了3000万 这不仅虚造了商品本身的价格 而且在清平令执行的期间还如此高调 肯定会让一些富裕阶层注意到 这一定是冒着风险收下的精品 毕竟红毛和黄毛也还很年轻 外观也不错 只要适当吹嘘一下 交易时肯定能打造出三倍的成本价 也就是虚告成本价3000万的三倍9000万 但实际上男主却只拿了1500万 男主这番话饼直接给拉鸡骨住 虽然高风险但也高收入 此刻他真佩服男主的天才想法 甚至还对男主抛出橄榄枝 让男主在黑帮里当一个干部也不是不行 但男主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随后巴基警告一旁的冒险想对 如果让今天这事情散不出去 那么他们以及家人将遭到巴基黑帮团的疯狂追杀 之后巴基给了男主一部分定金 便安排人扛走了红毛 黄毛还想求饶 但男主从不胜 于是黄毛转头恳请肌肉男 可肌肉男也不理会 这就让黄毛彻底破防 大骂一顿后也被扛上了马车 这一边领到一百万奖金的大叔也忍不住破口大骂 直言男主就是恶魔 男主却不以理会 反倒他觉得以恶魔之名才能成就世界最强 回到城镇后 肌肉男选择了与男主道别 经历今天这种事 让他再也没有勇气当一个探索者 只是祝福男主早日能成为世界最强 而男主不做过多留恋 再次踏上一个人的变强之路 只因等级足够且身手不错的探索者 一般都已经加入队伍或者战团 就连一旁的沃尔夫也认定男主找不到人 他一整天待在男主身边 就是想要拉拢他加入自己的战团 见识沃尔夫是紫电狼团的队长 每个成员都有着不俗的实力 在C级队伍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对于男主来说 他是不可能再次让其他人指挥 除非让他成为紫电狼团的队长 队长沃尔夫闻言人都傻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队员们一个个都是二五载 全都同意队长换人这个条件 不过男主也只是说说 他根本不可能加入一只成形已久的队伍 还没等他解释什么 一个声音却突然从身后出现 这一下子就引起所有人的警惕 只因在场没有任何人发现女孩接近 好在亚尔玛并没有恶意 他表示看到了广场的招聘 专门过来是为了参加面试的 搞清楚之后男主直接问起年龄 21岁已经成年 比男主还要大5岁 还没等男主继续问下去 紫电狼团的人就开始问起各种问题 亚尔玛也非常配合地回答 最后男主问起成为探索者的理由是什么 当然让他没想到的是 亚尔玛对探索者并没有兴趣 他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位不灭恶鬼的外孙 也就是坐在他面前的男主 原来亚尔玛的爷爷曾经和不灭恶鬼交手了 并且右手还在当时被斩了下来 男主闻言还以为对方是来寻仇的 可亚尔玛却说爷爷不久前就去世了 现在只是单纯好奇那位英雄的外孙 至于亚尔玛的爷爷也不简单 当他说出爷爷的姓名时 整个酒馆的人都非常惊讶 只因那是暗杀者集团的第一代团长 一位传说中的最强暗杀者 然而酒馆中的一个壮汉听完后 却认为亚尔玛在胡说八道 执意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小叩きにされるのが慣例でね ノエル 質問 何だ シーカーの核は何で決まるの 誰もが認める実力だな だったら この偉そうな猿を叩きのめせばいいよね 誰が猿だこれ 生きて帰れると思う サボタガー よりによって老眼に一番言っちゃダメなことを と 浅すぎ お前 サヨ お腹が空いた 就这样 男主的队伍再次重生 亚尔玛成为了将来那令人文风丧胆的战团元王 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极强天才成为男主同伴 但现在的两人都不知道这些 其实一开始男主也不相信亚尔玛所说 毕竟他的爷爷太过神秘 不过亚尔玛却不在意这些 他见到男主的第一眼就看上他 只因那双眼透露出的 是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眼神 爷爷曾经对他说过 千万不能惹上和不灭恶鬼相关的人 因为正面挑战绝对赢不了 亚尔玛表示仅仅是看见男主的眼神 就让他下意识地回想起爷爷说的这段话 曾经亚尔玛也在爷爷的教导下训练 本打算成为一名出色的暗杀者 虽然还没有升上毕级 但他其实已经是个极其优秀的暗杀者 可就在暗杀者的考验中 他以绝对的实力击败了考官 并且差一点就将对方杀掉 可这一代的团长却阻止了亚尔玛 而且他似乎看不惯所学的处事方式 并没有让他加入暗杀者教团 过去暗杀者教团一直是独立的秘密组织 但是近期就会被耐入帝国旗下 也就是说暗杀者组织成为了公家组织 亚尔玛一边吃着包子 一边说出了无比重要的情报 男主文言都有点慌了 这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亚尔玛是个天然呆 嘴里根本就藏不住秘密 知道这些难道不会被灭口吗 亚尔玛文言让男主放心就好 因为到了紧要关头 作为姐姐的我会保护你 隔天两人来到了城外的森林 男主拿出了铁角兔的画像 这种变异的魔物拥有极快的素质 而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实验 虽然男主的技能可以给队友增益 但凭空而来的力量增长 并非所有人都能立即运用自如 比如亚尔玛的斥候职业有的速度提升技能 可以让速度成倍的叠加 亚尔玛最多能做到五倍加速 但最开始学会的时候 也需要训练身体习惯速度的提升 否则就会造成肌肉撕裂根骨折 同理男主的增益技能也是如此 男主曾经的队友为了适应增益 就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进行训练 实验正式开始 亚尔玛感知到附近有13只铁角兔 在男主释放了增益效果后 他第一时间感受到力量从身体不断涌现 同时男主要求将速度提升叠加到五倍 并且在十秒之内抓到一只铁角兔 既然确定了亚尔玛能够适应增益 男主也决定立即接受委托 重生的队伍仓之天外 第一份工作就是讨伐盗贼 很快两人搭乘驿站马车前往 亚尔玛对一切都很好奇 路上男主给他介绍了探索者的工作 以队伍来说有很多方向 有专门在深渊狩猎恶魔的猎人 追捕罪犯的罪犯猎人 以及在秘境冒险的神花猎人等等 另外还有追寻一宝的寻宝猎人 原本像这次讨伐盗贼团一类的问题 是归属于当地领主的责任 可一般都会来不及支援 所以才会来委托探索者解决 两小时半后 亚尔玛屁股都坐麻了 他已经不再觉得坐马车有趣 两人计划在这个城镇居住一晚 明天再搭马车到达目的地明兹村 然而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他们辗转了四五个旅馆都满了 直到深夜他们才终于找到一个房间 不过两人需要同住 男主表示自己可以睡地上 可亚尔玛却主动邀请男主一起睡 在他看来男主就是个可爱的弟弟 作为姐姐肯定要好好照顾他 说话的同时还直接上手摸了牙 但他并没有其他心思 只是感叹着实在太过可惜了 晚上男主一直想着刚才的话 但其实就算不用说 他也是最清楚这件事的人 小时候他为这件事哭了许多次 但爷爷一直让他不用担心 虽然你的外貌男生女相很像死去的妈妈 但老夫明白你的骨子里 隐藏着探索者的最强才能 作为探索者的男主接受了村长的委托 准备前去讨伐周边的盗贼团 早在一年前双方就有过合作 可之前来的是四人队伍 村长对此还担心只有两个人能否胜任 男主则是让村长安心 从提供的情报来看 盗贼团的人数大约在20人 他们会在一天之内击退盗贼团 至于报酬则是定金20万菲尔 讨伐成功之后还要付30万 村长十分干脆地拿出了定金 男主细心的发现里面全都是零钱 说明这是在相当拮据的情况下勉强凑齐 但他并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他只是收钱办事 收下定金便和亚尔玛出发 路上一个小丫头追了过来 他是村长一家的独生 自从一年前见过男主之后 小女孩对他就有着莫名的情愫 专门赶过来就是为了给男主加油打气 男主对小丫头也十分温柔 为此还被亚尔玛嘲笑了几句 但要说吵架绝对是男主厉害 一句大雷笨蛋女就直接让亚尔玛破防 晚上两人来到盗贼营地 很快男主就发现情报有误 盗贼的数量远超两倍以上 有办法捅摔这么多人的 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流浪者 果不其然 男主很快就发现了盗贼的手里 对方是被悬赏200万菲尔冲击犯 实力是B级赤后戈尔玛 但这些并不是男主与村长决裂的原因 现在他只想着解决掉 祸害周边村庄的盗贼 而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亚尔玛有自信拿下手里 但若是那些盗贼一拥而上 那他也没办法 男主表示可以放心 周边的盗贼都可以让他处理 等亚尔玛开启前行技能后 男主通过思考 共有技能进行指挥 通过策略解决盗贼首领之后 其他的小喽啰根本不足为惧 男主当晚就回到村庄交任务 凭证则是盗贼首领的头领 可在复仇牢之前 村长还邀请两人共进晚餐 以此报答拯救村庄的恩人 晚饭几人都吃得很愉快 村长女儿有着成为剑士的职能 将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探索者 男主也很友好的告诉小丫头 未来该走路 成为探索者必须先去帝都的学校 进修两年 由于是国家经营 所以并不需要学费 只要筹集好两年间的生活费就够了 小丫头听见这个有些为难 显然他们家的经济有点窘迫 男主见状告诉他可以充当支援者 一边赚取生活费一边学习 简单来说就是帮探索者打败 对此小丫头十分感谢 他对男主本来就有着崇拜 当知道将来有机会加入男主队伍 他还为此兴奋不如 就在这时村长夫妇拿出一瓶红酒 这是他们为了报答两人专门准备的 仅仅一瓶就价值十万非二 说话的同时就已经给两人倒好美酒 男主先是拿起闻了闻 可他并没有直接喝下 反而让村长先行品尝 他已经发现红酒的对劲 看见村长的反应之后 男主更加确信酒有问题 村长还想着狡辩什么 而男主直接就说出了对方的动机 只要将他们杀死在这里 村长就不需要支付后续报仇 同时还能拿走两人身上的钱和装备 伪造盗贼人数又对报酬斤斤计较的人 根本不可能拿出十万菲尔的红酒 其次 这杯红酒光纹味道他已经发现了 至于最重要的一秒 从你们拿出红酒开始 就一直散发着明目张胆的杀气 显然村长夫妇并不了解探索者的身体 打算用极其幼稚的手段对付男主 而且就算喝下 两人身上都有着耐毒技能 此刻村长终于破防了 死都不承认给红酒下毒 并且让两人滚出去 下一秒 关键时候 小丫头将家里的全财产拿了出来 总共有82万菲尔 只请求男主放过父亲狗命 可这个举动却遭到村长痛骂 就算是交出去他们也会被非邦杀死 但这些跟男主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在意的根本不是区区82万 可看在小丫头份上 他还是饶过了村长 临走前 小丫头大声痛骂最讨厌探索者 两人离开之后 亚尔玛也明白了探索者的不容忍 他还担心刚才小丫头的事让男主沮丧 若是难受的话 你可以向姐姐撒娇 男主让他一边去 并再次说了句大为笨蛋 路上上空飞过一个巨大的飞空艇 亚尔玛也是第一次见这些 男主解释那是三等星 黑山羊晚餐会战团的飞艇 所谓三等星是被国家认可的七星战团 一共有七个喜词 代表着不同的地位 分别有四个三星战团 两个二星战团 以及最强大的一星战团 他们代表着国家最强悍的探索者 这一刻 男主决定在一年之内 他们要成为七星之一 看着男主坚毅的眼神 亚尔玛回想起在暗杀者教团的过务 在被拒绝加入教团之后 他问起现任团长拒绝的理由 男人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穿了亚尔玛的真实身份 原来亚尔玛并不是杀手之神的孙女 而是他的女儿才对 同时那位杀手之神也是亚尔玛亲手所杀 理由很简单 杀手之神败在男主爷爷不灭恶鬼之后 心神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他不断掳走女人生下儿女 通过杨谷的方式让他们互相残杀 为的就是培养能打败不灭恶鬼的最强后代 最后唯一存活下来的人只有亚尔玛 所以亚尔玛对父亲有着无尽的愤意 只因为一己私欲 他二十一年来只能不断杀害兄弟姐妹 即便没死在杨谷之中 他也再没活下去的意义 于是他只好按照从小到大灌输的观念 选择去加入暗杀者教团 然而现在团长却将他拒之门外 他二十一年来经历的一切到底算什么 而现任团长只是告诉亚尔玛 他的内心沉睡着羞辱 这对教团来说实在太过威胁 但在最后团长给亚尔玛提起一件事 那个不灭恶鬼的外孙就在帝都 目前男主的小队只有亚尔玛 只能是C级赤后 这天两人来到鉴定士工会 只因亚尔玛已经出现了提升阶级的印记 探索者一旦满足升级条件 手中或胸口处便会浮现印记 赤后的晋级方向一共有四个 分别是前卫的暗杀者与拷问士 以及后卫的追击者跟乱播 考虑到将来队伍的全面性 男主提议找到新伙伴之后再做考虑 这让亚尔玛一时间愣住 他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合男主组队 此刻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可内心深处已经下定某个决心 之后男主又带他前往武器店 以及售卖技能书籍的书店 这家店专门售卖赤后职业术的技能 所以男主还要去别的书店看看 临走时他特别叮嘱预算 只有一百万菲尔 你可千万别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两小时半后 亚尔玛西满一族的抱着一个大型娃娃 以及一本价值八十万菲尔的技能书 效果是投掷物能使敌人的防御效能解散 另外熊熊玩偶的价钱是二十万菲尔 直到说完亚尔玛才发现 男主居然什么都没买 原来男主看上了一本 可以顺杀幽鬼的技能书 售价高达三千万菲尔 这远远超出了预算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路过 男主当即表示要暂时离开一会 他跟随男人踪迹来到平民屋 而两人显然早已相识 原来男人是情报贩子洛基 他的职能是模仿士 能随心所欲的变化外观 世上没有他无法潜入的地方 此刻他带来了男主之前委托的情报 调查对象是最近鼎鼎大名的帝都杀人魔 没有错 男主的目的居然是找杀人魔当伙伴 但他非常确定这所谓的杀人魔其实是清白之深 确认情报真实之后 男主支付了委托的报酬 临走时 洛基表示提供一个额外情报给老顾客 最近这附近出现了某种不好的药物 有极高的成瘾性以及令人狂暴的副作用 原本这种危险品流通的话 路基亚诺黑帮不可能不出声 然而散布危险品的源头 却是这个黑帮旗下的人 男主立马联想到了什么 管理周边的是黑帮刚比诺派系 最近前任领导人突然死亡 由他的儿子接任派系 显然贫民窟的惨状与他脱不了关系 另一边 被男主丢在餐厅的亚尔玛 不停地吃东西泄愤 就在这时紫电狼团的黄毛精灵撞见他 听完亚尔玛被男主丢下的事情后 两人不断吐槽男主不懂女孩心思 与之同时 男主在贫民窟遇到了一个长发男人 他的外貌发色十分少见 似乎是从远方来的一句子 路过时 男主刻意丢下一枚银币失手 然而蓝毛却叫住了 并让男主收好丢掉的钱 而且像你这种漂亮的小姐姐 待在这种平民窟并不安静 原本只是好心的提醒 却精准地踩中了雷点 他立马纠正蓝毛的说法 而且那个钱我也不要了 被你这种肮脏的人碰过的钱 我才不想再次放进钱包 那个钱你就随便用吧 待着呀 我来 俺に触るな 身の程を知れ お前には銀貨一枚分の価値はない 大人 我身は喧嘩和尚感が 用もやってくれたの ここまで苟気にされて黙っておるほど 人よしでもない あやまるなら今のうちだぞ この構え 素人じゃない コウか シャッタ 誰があやまるかバーカ ここでくざばれや こりゃこりゃ 極東の島国にのみ存在するスカウト系のジョブか 人怎么也没想到 表面上看似毫不显眼的贫民窟奴隶 实际却是拥有极强天赋的剑术天才 这让男主无比兴奋 哪怕需要亲手杀掉奴隶 他也要将天才据为己有 奴隶主的出现叫停了战斗 他手上的戒指指在瞬间就制服了蓝毛 这是专门控制奴隶的黑暗道具 被控制一方绝不可能反抗主人 之后奴隶主询问男主的身份 更离谱的是 他和蓝毛一样误以为男主是小姐姐 而且还想对男主动手动脚 一脚踹开胡子男之后 男主并没有立即纠正姓底 他现在更在意的是两人的身份 一番胁迫之下他也问出了一切 原来奴隶主是从南方来的黑暴 因为私吞保护费一时曝光 才带着奴隶逃命来到地步 男主一下子就猜出奴隶主的打算 显然拥有极强天赋的蓝毛 被奴隶主视为地下格斗场赚钱的工具 男主再次心软没有干掉小矮子巴金斯 虽然他很看好日天的能力 明明可以杀了巴金斯获得自由 却不敢反抗甘愿成为看家之犬 而男主需要的是有血性的凶猛之狼 却不料巴金斯刚逃跑不到150名 就被帝都本地的黑帮抓到 而他贪污组织的前跑路的事情 也被之前的黑帮放出了追杀通缉令 巴金斯是真的服了 好死不死落到眼前的男人手中 只因他就是个十足的疯子 江湖人称灾恶的真正邪魔外道 帮主表示虽然他是个背叛者 但就这么把他交出去又太过无聊 又凭什么要帮助那种乡下帮派 巴金斯一通彩虹屁让帮主听爽了 你小子是个人才 就这么送回去就太可惜了 正当巴金斯以为没事之际 帮主却打算将他和日天做成标本再交出去 他要用水银灌进他们的天灵盖 直到皮肤被完好无损取出来 再把肉加工成小香肠一起交出去 一想到对方的反银帮主就嘎嘎气呆 月天文言却淡定的一批 就这么结束或许也不错 却不料手下突然带着之前想谋害男主的人渣村长出去 村长不当人甩锅被男主抢抢了全部身家 还说男主是用他的妻女当人质 还弄下了他的一只眼睛 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主抢走本应 还给非邦的钱 然而骗兄弟可以骗自己不行 村长煞有其事继续栽赃表示 男主还说过有钱交给钢碧诺这种弱小帮派 还不如把钱丢进臭水口 帮主被说红温了 那家伙知道我们有多努力吗 就这么说 逆天村长帮主见状决定听村长的 对男主挥下正义的喵喵锤 村长的欠款也可以再宽限几天 村长连忙道谢您真实的大好 今年十大最感动人物没你我看 殊不知事情却还没结束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 总归是违背了双方的约定 因此必须对此负起责任 没钱还也不要紧 就用一条右臂当作利息很公平 正好日天作为一名刀剑士 是比剑士更精通斩机的战斗职业 因此这次就由日天出手 并残忍地要求用内根管杖 帮主觉得还不过瘾 于是吃下最近流通的违禁品助行 村长也是真牛逼 主动伸出手臂好奇怎么用拐杖坎人 可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的手臂上便出现一道血痕 帮主癫狂发酵哥哥好猛好喜欢 半条手臂干脆利落地离开了身体 巴金斯健壮表示在逃亡之前 日天在血痘场未尝一百 并愿意当作见面礼送给帮主 他答应从今天开始就是日天的主人 日天从小就不被任何人需要 原本他有个富裕的父亲和美丽的母亲 夫妻求神能赐给他们一个孩子 谁知神明当场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下一刻他们就遭到了山贼的袭击 等丈夫恢复一时却发现 妻子已经被该死的山贼玷污 那件事之后他的精神受到重创 小和的是很快母亲就怀上了日天直到生育 当晚母亲在绝望与屈辱之中选择自行了断 父亲也将她视作温审 所有人都把她当成灾心 不被任何人需要 某次当她醒来已经来到一艘船上 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奴隶卖掉了 很小就被巴金斯丢进血痘场厮杀 随着日天成为最后一个活下来 巴金斯夸奖她但得很好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获得别人的称赞 一时被称赞一时爽 一直被称赞一时爽 俨然已经成为一只下精弹的攻击 如今换了主子的日天鸟枪换炮 当晚男主前来与情报商碰名 洛基告诉男主他被黑帮钢毙诺盯上 得知是因为相信了村长的胡言乱语 男主不屑对方只是一群蠢 但那个帮主毕竟是个不讲道理的疯子 两人交谈间 男主感受到有位全副武装的人正在接近 他知道自己被洛基出卖 洛基无奈这样虽然有损他的职业道理 但毕竟是死到有不死频道 他也因此获得了一大股道 今天之后就打算去别的国家重新开始 男主指出这个计划有个漏洞 就是他不打算放洛基活着离开 虽然他并不讨厌洛基 巧合的是洛基同样如此 他清楚这次出卖的不仅是男主 还有他身为情报商人的真操 因此并不打算逃跑 男主却改变主意放他离开 并且他也不需要逃离地 只因刚并落邦 他会负责连根打起 说罢便让洛基赶紧滚蛋 以免干扰了他的战斗 男主喝下战斗专用药水增强战力 却不料当日天现身之后 双方都是一脸猛逼 可日天却迟迟没有摆出架势 他其实并不想跟男主战斗 毕竟之前男主对他有一枚银币的恩情 虽然他的确是别人的奴隶 却也有着自己的尊严 于是主动交代资深情报 他叫牙日天 是一名C级的刀剑士 克制时操纵斩击 男主意外他竟然会暴露自己的底牌 但作为未来的最强 自己也必须予以回报才合乎李杰 于是男主也中二地爆出自己的底牌 虽然男主不知道刀剑士具备哪种抗戏 但物理系职业几乎都不具备火焰抗性 即便这招无法击杀也能造成巨大伤害 却不料叫日天的没弱者 日天虽然没办法斩灭魔弹的火焰 却能用高速斩击将周围的空气展开制造真空状态 随即双方再次爆发激烈的交锋 但却是日天率先退后 只因男主不讲五个 竟然突然袭击日天之龙 男主趁日天遮住双眼立刻发起进攻 对方却使出了绝招命剑燕 先将斩击固定在周身空间 再任意向敌人释法 男主总算明白操纵斩击是怎么一回事 奥牙原本已经赢下了战斗 不曾想男主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在战斗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通过思考共有球员 从一开始 男主就深知自己赢不了一个天才见识 而看完接下来的战斗 更让他确信了将来该走的路 对战双方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单论近战能力是浩牙这边更强 这也彻底激起了亚尔玛的战斗欲望 下一秒 事后招牌的加速技能出点 亚尔玛更是能将这招发挥出五倍速 他人看见的只有残影 就像是踩着空气一动一般 但这却奈何不了浩牙 先是一招樱花斩打漏了全部暗器 紧接着又是看家本领宁静止水 当使用者闭上眼睛 就能在一定范围内把感官提升到极致 之前浩牙不受闪光弹影响 就是因为这招技能的效果 其实男主早就明白 最弱职业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天才对抗 然而这却让男主更坚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 那便是由他指挥最强之人 借此让自己成为世间最强 此刻他并没有给亚尔玛提供增益 反而主动喊停了战斗 他并不希望这两位天才 有任何一方会者在这里 临走时 男主留下了一句给钢毙诺的话 这些话一下子就激怒了钢毙诺 他当即命令手下找出男主 势必要将他大卸八块 然而钢毙诺怎么也没想到 对付男主的这个决定 将会让他彻底落入万劫不复的下场 另一边 因为前主人被杀的事 浩雅始终有些难以平静 但更让他在意的 是昨晚与他对战的男主 明明是最弱的职能话术师 却有着与他互相对战的身手 想必这是疯狂努力的结果 但即便这样 他也绝对打不赢战斗戏的职能 可不知为何 浩雅心中总会下意识地回想起男主 他的眼神里无时无刻都散发着强者的自信 浩雅也不明白为何这么在意对战 而黑帮大哥也是过来人 直言浩雅是迷上对方了 佩服对方的能力 想要追随那个人 男人迷上男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迟早也会懂的 两小时半后 刚毕诺亲自带人找男主麻烦 他带来的手下一个极个毕竭 哪怕对上整个探索者走管的人 都能轻易斩杀 这就是刚毕诺嚣张的依仗 在他眼里男主也差不多该跪地求牢了 可事情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 男主不仅没有一丝慌张 甚至开始用语言刺激对方 就算刚毕诺拿出刀子动手 男主也没有回避的打算 只因这里是探索者专属的酒吧 其他人肯定不会让局外人为所欲为 这关乎探索者的脸面 见状刚毕诺又向手下下令 要把这里所有碍事的人全杀光 而作为一级的黑帮大哥确实有这个势力 甚至只需要一瞬间就能秒杀所有人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先不说之后无法给黑帮主拍戏交代 而且刚毕诺拍戏早就是被国家重点盯上 一旦在大庭广众之下虐杀探索者 到时候他们绝对会被各方势力收拾 如果你不在乎这些 就再下达一次命令 我会绝对遵从帮助 而刚毕诺根本没有这个颇例 酒馆内 黑帮大哥赞许了男主的演技 同时拿起红酒喝了下去 他早就看出男主是在虚张声势 但他并没有说穿 而是让男主马上离开帝都 否则下次就会当场杀掉你 出乎意料的是 男主居然真的答应了这个题 甚至表示探索者生涯到此结束 从此要和亚尔玛过上没修没臊的退休生活 等来到帝都城外 亚尔玛立马就兴奋起来 刚才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跟男主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原来一切都在男主的计划之中 离开帝都是真的 但只会离开益州时间 他要利用这段时间查清一些事 益州很快就过去 重回帝都的当天晚上 刚毕诺就带人堵住了男主 剑足足过了两秒半 手下都没反应 等刚毕诺回头 才发现手下的态度不对劲 不管他如何下令都没有任何回应 而男主更是嘲笑刚毕诺已经失去了帮主资格 原来黑帮小弟们早就看不惯这个老爸了 他们忍受不了对方的残忍手段 小弟们当黑帮的初衷是因为崇拜前任帮主 可这个二代只会欺负弱小 就算是孩子也不放肩 也在这时男主回到了地围 他看出小弟拿着的王军 正是之前敏兹村长的女儿 显然他已经遭遇了不测 而男主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展示这一周他的调查帖 离开帝都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洛金 和男主的猜测一样 刚毕诺并不是前任帮主的亲儿子 只不过对老情人念旧才留下他爸 更重要的是前任帮主的死因 男主找出了当时的医生 并用技能真实喝破让他说了真话 害死前任帮主的正是这位儿子 先代を見取った医者が 全部吐いてくれたよ 疑わしい症状があったが お前に金を積まれて揉み消したと 酒場での一幕は失策だったな 毒を盛られたと聞いて あれほど取り乱すとはな 身に覚えがあると白状し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だぜ 和術師には便利なスキルがあってね 犯した罪を強制的に自白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それを医者に使った 夜は長い じっくり楽しませてもらおうか